一有句俗话叫,竞争犬,好一半,剩下的一半就靠自己分析这个信息值不值用,要怎么用,凡是要多换几个角度思考,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,与人方便,就是在挤人后,但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的,所以放宽心将生活里的一难杂症,都扔给时间去解决吧,他总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。 四真正的爱情,是在能爱的时候,懂得珍惜,真正的爱情,是在无法爱的时候,懂得放手,不被人理解是心愿的,但不被理解未必不幸,一个把自己的价值,完全寄托于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,往往并无价值。 周国平,柳人生不过是一张清单,你要的,你不要当,计算得太清楚的人,通常聪明无比,但换来的却是烦恼无数和辛苦一场,其人生是要达到的目标很多,应该是最重要的去做。 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呢?那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心情放松,心情放宽,不求最好,但求尽力,把曾经看不惯,受不了的,如今不过断然以笑,成熟,不是看破,而是看淡,想而不语是一种获达,痛而不焉是一种历练。 九仇恨,永远不能化解仇恨,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,这是永恒的治理。 深,知足的人,虽然睡在地上,十一所有的不一定都是迷乱的颤路口,要是怀放手,要珍惜拥有。 十二,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,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 十三,人生只有三天。 十四,没有人会同情一个犹豫固执己见而失败的人。 相反,除了朋友在伤心之欲的痛惜外,十五,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,宽心做人,舍得做事,赢的是整个人生,多一份平和,多一点温暖,生活才有阳光。 十六,过错是暂时的遗憾,而错过则是永远的遗憾。 不要害怕过错而错过,十七人不是坏的,只是习气罢了,每个人都有习气,只是生前不通罢了。 只要他有下高的心,能原谅的就原谅他,不要把他看作是坏人。 十八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,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 要抛弃的是一切的职者,幻物皆为我所用。 但非我所属,十九发誓可遇而不可求,失去的不一定是最好的,只有核实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 二十,人生总是有许多的不如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贴切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